接下来收看 妈妈咪亚 珍珠项链一条 现在通过手机下载 东方卫视官方APP 哇拉参与抽奖 既有机会获得 价值306元的 北一美金爱佳奶粉 或价值276元的 多功能儿童学作包一份 让我们要请 今晚的第一位妈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觉得在妈妈咪亚这个舞台上 如果让我选择排名第一的舞蹈节目的话 我认为就是这个舞蹈节目 请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叫阿迪娜 来自新疆欧极 旁边这位帅气的小伙子 是我老公 这么帅啊 结婚多少年了 好多女孩子好羡慕你啊 四年 孩子多大了 快一岁了 这么帅的老公怎么到手的呀 他追我的 这事实是这样的吗 对 是这样的 他是我老师 在新疆他们的团队特别有名 我是去他们的团学习跳舞 师生恋啊 对 你没学跳舞了 一来就被他瞄上去 这个我要好好教 是不是啊 这位老公啊 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 他吸引到我的是 他有一种人格魅力 有时候他特别像一个男孩 该辣的时候就辣 该火的时候就火 他有一种那样的魅力 然后跳舞的时候 又是非常的女孩子 怎么称呼 不开 听说过就闻大名 我金老师给咱们介绍一下了 他的名字呢 因为在新疆地区 他是可以说第一批人 接受跳街舞的 哎哟 我想问一下 刚才那个双人舞是你编的吗 我老公编的 我正要给你们鼓掌 编排得非常好 不光是hiphop 游行舞蹈 帮你把新疆的元素 融得特别好 这个舞 这个音乐是我们四年前就选好 就结婚的时候准备跳的 但是就一直没有时间 一直没有机会表演过 怎么回事啊 第一是工作的原因 然后宝宝又是刚出生 他就很纠结这一年 就是我觉得他特别特别的累 就是自从有了孩子以后 我是又爱舞蹈 但是我又爱我的儿子 就是明天都想抽出更多的时间去陪他 然后哎呀算了 我想的就是以后就不跳舞了 阿丁娜 其实带孩子可以跳的 我也带过孩子 我带我三个孩子的时候 我每天带他们到排练厅 他们就坐在那的 我跳完舞里我该给他喂奶还喂奶 不影响的 孩子不是必须在家里带着的 明白了吧 跳舞的女人都能带好的 三头六臂没问题的 所以说这不是借口 公司可以雇人管 对 所以我想把他从那个工作里面拉出来 给我们一个机会去做一次表演 我们两个结婚以来 从来没有一起表演过 然后直到这次 妈妈咪啊 就是我帮他报的名 然后别人就建议说 你把他送上去嘛 然后我们就才有这个机会 去终于把这个舞蹈去完成 这个是我们两个 就蓄谋已久的一个舞台 实话实说 阿迪娜跳得非常好 但你也够抢戏的 因为在妈妈咪啊舞台上 我们看的全是妈妈 突然来个功的吧 就全场特性 眼前一亮是吧 颜值这么高 这么帅的一个男舞者 身材又这么好 大家哎呦 你看你够抢风头的 你往边上站一站 我想看阿迪娜 自己单独跳个舞蹈 对了 单独我们跳可以吗 可以的是吧 来 好看啊 好看的 好看 我觉得他个人的时候比刚好 对 更好了 对 更有魅力了 好的 我刚刚看你老婆一个人跳的时候 她的状态比刚刚两个人跳的时候更好 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是老公在身边 你稍微有点让她一下还怎么样 给男人点面子嘛 男人都好面子的呀 所以真的不要轻言放弃 一个能够在舞台上驾驭自己的表演 到这样一个程度的人 我相信你一定也可以在家庭生活 跟你的工作或跟你的才华之间 取得一个最好的平衡 妈妈咪亚的舞台就是给这些妈妈们 尽情展现自己的才华 又能够兼顾家庭的一个最好的舞台 所以我迫不及待的 要把这个妈妈留在我们舞台上 不要再想说放不放弃的问题了 好 率先 肯定 阿丁娜跳得非常好 所以我希望看到阿丁娜更加美丽的绽放 肯定要支持的 谢谢 恭喜阿丁娜 恭喜国开号 谢谢你们的精彩表演 我是宋阳 我来自深圳 我有两个可爱美丽的女儿 和她们在一起 我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快乐的妈妈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妈妈 大家好 我叫宋阳 来自深圳 今年四十岁 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今天来到妈咪亚的舞台 您的愿望是什么 想给我的老公和孩子唱一首很欢快的歌 然后也献给我的家人 曾经反对我这段婚姻的家人 然后想告诉他们我现在很幸福 请开始你的表演 谢谢 谢谢 我 我的一份柔情 我的一片心意 我已奉献给了你 不要对我冷漠 不要不理睬我 怕你冷冷的带我 不求你的融化 不求你的富贵 只要你把我珍惜 给我一些关怀 给我一些安慰 也就能满足我心扉 好好爱我 不要犹豫 有一颗心 已经属于你 好好爱我 好好珍惜 好好珍惜 这份情感 来之不容易 好好爱我 好好珍惜 不想面临 幸福人生 藏在爱情里 哎呀 宋女士 有这么快乐奔放的状态 应该你的婚姻生活 对你是相当滋润 谢谢谢谢 那这么快乐的婚姻 当初家人怎么会反对呢 因为我老公是一个有过一段婚姻的人 有过一段婚姻 往往有可能还会有孩子啊 或者其他一些事 您的爱人当时有孩子吗 有一个女孩 有一个女孩 就是我们的大女儿 然后我的老姨非常的反对 她为了反对我们 跑到深圳三次 最长的一次在深圳住了一个月之久 就是不想让我跟我的先生在一起 你当时没结过婚 是的 当时怎么是老姨去管你呢 是他代表你妈妈去管你的吗 因为我 妈妈在十岁左右就去世了 然后爸爸就很快又有了新的婚姻 是老姨把你养大的 是老姨和外婆 那就跟妈妈一样的就是这样的 所以老姨要管这个事情对吧 对 你是北方女孩子吧 长春 对北方的女孩如果嫁给二婚的话 是很大的一件事情 是的 那我现在理解了 我就想哎呦怎么 妈妈没管老姨上去 那我现在明白了 对的对的 其实结果婚的男人怕什么呀 只要他离了婚就可以对吧 我也以为是人家有婚姻 你把人家拆开了没有 不是不是 因为我老姨可能会担心 离过婚的没有责任心 就这样 那是老老观念了老观念了 每个人离婚有自己的原因嘛 对吧 那现在你过得幸福吗 我很幸福 能把他们请上来吗 当然可以 来来来来来来来 有请全家 这样 真和谐 大女儿跟她还挺像的 好像哦 是的 很多人都说我和大女儿很像 因为我带两个宝宝一起出去的时候 大家都会说 大宝像我 小宝像 爸爸 然后 我今天来到这里 也是要感谢我们的大女儿 她不仅是我们的孩子 也是我们的媒人 那个时候我和我现在的老公是朋友的关系 并不是恋爱关系 然后有一次我们约好了一个指定的地方去谈事情 然后她就带来了她的现在我们的大女儿 然后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 就觉得她很可爱 然后不停的讲笑话 然后再跟我聊天 然后我们两个就是很谈的来 当时因为我女儿她那时候比较小 然后她那时候特别喜欢讲笑话 她就怕我们尴尬 然后就不停的在世上不停的 才六岁就会知道怕你们尴尬 她就不停的跟我们讲笑话 然后后来 因为我爱人跟她两个人关系处得很好 两个人意识很好 然后我觉得这个女孩不错 真的不错 非常时髦 而且我看到她很有亲切感 沟通也没有什么问题 不是问题是人家姑娘跟你女儿谈得很好 怎么就变成跟你又谈得很好 这个当中其实有质的变化呢 对 因为首先我是这样想的 因为 如果说跟我女儿OK 那肯定跟我也OK 就这样 那爸爸跟那个谁跟你说说 哎呀我要去正式的追求宋阿姨的时候 你吃惊吗 大女儿 有一点吧 可能 但你高兴吗 但是我挺高兴的 挺高兴的是吧 嗯 哇 这个感觉很好 这么多年了 现在小女儿都这么大了 老姨现在还过不去吗 呃 她现在就不反对 应该很开心啊 对 就美美的都会祝福我们这样 那小女儿 呃 那妈妈是疼你多一点 还是疼爸爸多一点 还是疼就是你姐姐多一点 呃 你选的这首歌是 舒俊老师那个年代常听的一首歌 我跟你的年代有差很多 哈哈 我们就是同一个年代了 哈哈 今天的舞台的表现是真的是 但是在妈妈里面来讲也是少见的那个 比较大气型的表现 嗯 那 歌声的部分 因为你天生的嗓音的特质就很与众不同 选的这首歌啊 改编之后 这个节奏感啊 这个现代感整个搭配起来 我倒觉得是个好的表演 谢谢 黄老师 今天跟宋女士聊一下特别的高兴 因为确实随着时代的进步嘛 我们每个人家庭啊 对婚姻的观点要所改变 谢谢 离异并不是错 只是缘分到了很理性的一个选择 而且 孩子培养得这么优秀 就是你们两个性质的基础 张先生很有运气 有三位美女围绕着你 是 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哦 谢谢 好好当牛坐马哟 好吧 好 好 祝福 谢谢 谢谢丁老师 我们也要支持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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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幸福 她是我的姐姐 但更像是我的妈妈和闺蜜 这次参加妈妈咪雅 是我帮姐姐报名的 因为我觉得她是我心中最棒的妈妈 姐姐加油哦 来让我们有请今晚的下一位妈妈 老师好 大家好 我叫桃子 来自湖南长沙 现在生活在上海 我的宝宝已经六个月了 哎呀 这个就是文艺范儿的女神啊 来到妈妈咪雅 您的心愿是什么呢 都在我想唱的歌里边 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哈 嗯 请开始你的表演 第一次见面看你不太顺眼 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 我们一个像夏天 我们一个像夏天 一个像秋天 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 你拖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 我陪你掏出一次梦的锻炼 遇见一个人 然后生命全改变 原来不是恋爱才有的情节 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相信 朋友比亲人还死心塌地 就算我忙恋爱把你冷冻结冰 你也不会恨我 只是骂我几句 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相信 朋友比亲人更懂得蜻蜓 我的旋外指引 我的有口无心 我离不开你 我离不开大灵更离不开你 您所有的感受都在这首歌词里边 听到了我爱达琳我更爱你 那个你究竟是谁 她是我的妹妹 其实这一次报名也是她帮我报的 然后这首歌表达的就是我跟她之间的感情 这还是第一次我们在这个舞台上 有妹妹来给姐姐报名的 第一次妹妹给姐姐报名的 亲姐妹 对是的亲妹妹 那为什么妹妹要想到给姐姐来报这个名 妹妹今天来了吗 啊来了 来来来来把妹妹叫上来 在哪呢 哈喽大家好 这对姐妹完全是电视剧里出来的哈 小清新了 妹妹为什么想到给姐姐来报名 因为姐姐姐之前有参加过那个快乐女生 然后表现非常好 但是直播全国二十强 那已经好几年前七八年前的事了 呃 09年的事 09年的事 那这么多年下来 就是妹妹还能够给姐姐报名 就说明姐姐这件事情还耿耿于怀呢 是的 因为 呃 因为我的一些原因 她中途了她的梦想 因为我的一些原因 她中途了她的梦想 所以借这个机会给她报名 是的 什么原因 你 要姐姐放弃唱歌这个梦想 然后 嗯 因为我俩的父母很早就不在了 然后 她当时比赛的时候吧 我正好那时候也在读高中 经济负担挺重的 其实她很优秀 之后也有人找过她 她其实那时候很大的发展空间的 所以因为我放弃了 因为毕竟梦想只是梦想 然后还要生活 音乐不足以支撑 妹妹的学费 我们家里的生活费 这样子 那你后来做什么了 就是最多的时候有同时兼过三份工 都是又做服务员 销售 各种都有做过 在餐厅什么的 她很累的那时候很心疼 其实姐姐既是你的姐姐 也是你的爸爸和妈妈 嗯对她这么多年 为人父为人母 又做我姐姐还得做我闺蜜 真的这么多年 我们都挺过来了 她真的很辛苦 那妹妹有什么话 在这个台上要对姐姐说的 我想说的 其实很多 因为我们俩平时都是那种大大咧咧的 都不善于那种煽情啊 平时那种内心话都不会说出来了 讲吧给你机会 姐 以后别老管着我 哎呦 这真是心里话 我觉得这都是为你好管着你 因为我自己走过一些弯路 我比你大这么多 大了七岁 然后我觉得这个路可能更适合你 很多东西你还不够成熟 我应该帮你做抉择 你知道吗 所以我这 这都是为了你好才管你啊 现在是姐姐在上海生活的话 是不是把妹妹也带到上海来发展 没有她在湖南上班 那你怎么管得了她呢 就是 对所以现在就很烦 我每天都在想她到底在想些什么 做些什么 以前 以前在一起的时候 我还能就是管着点 现在真是有点远 她现在比你小七岁二十岁 是吧 嗯对 她的路肯定跟你又不一样 对吧 你把你的经验给她做个提醒 当然不能给她选择 是她自己要走的路 但是我觉得你的影响 在前面她会看到她 妹妹肯定是很懂事的 真的 确实还挺懂事的 我后来也想通了 就是我不能太过于去管着她 因为在她初中那会儿 就我觉得又做父亲又做母亲的 然后我想知道她脑子里想些什么呀 我就去偷看她的日记 结果就导致她 一辈子都不再写日记了 这还真是个事 我真不写日记了 不写日记 可是天天发微博啊 更多人看到了 其实在这之前 我听她朋友说过 她说有一段时间她不联系我 然后我就听她朋友说 我说为什么呢 她说 因为她在想啊 你怀孕了 可能有宝宝了之后 就不在乎她了 就特别怕 你以后真的就不管着她了 其实我想跟你说的就是 你和我的宅宅都是我的宝贝 一直都是 永远都是 不过我要劝劝姐姐了 其实你对她的关照 对她的爱是不用改变的 只是说让她有更多的空间 可以让她自己做自己的决定 这点应该是对她更好一点 我想妹妹今天这种甜蜜的抱怨 应该也是这个意思吧 没有没有 其实我心里话还有很多 不是那一句而已了 那你就说嘛 趁着这个机会真心话 跟姐姐说一下 姐 以前你生病了 我不告诉我 老瞒着我 现在不行了 以后换我照顾你 我能赚钱了 我能饶你了 我爱你 我们也要树立一个榜样 全天下有很多不美满的家庭 像我们这样子都很多 是 我们相依为命这么多年 希望大家看到我们这股力量 向我们学习 没有 刚才听姐妹俩聊天的时候 我就看那个陶姿啊 整个唱歌的时候 完全是一个女文艺青年的范儿 特别平静淡定 干干净净 一首歌唱得特别好听 然后刚才你说妹妹的时候 突然间我看那个表情啊 那种责任 家庭责任 父亲母亲 所有的表情全冒出来了 我就明白了 这个大姐姐真是负责任的 但是我觉得 现在你有宝宝了 而且妹妹也成熟了 长大了 可以稍微放放手 让她自己走 先表达我的态度 我通过 谢谢 今天在舞台上的表现 也是我们妈妈咪亚舞台上 真的少见的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是我们这季第一个 抱着吉他的 唱歌的妈妈 这个表演的形式 以及你刚刚所表现出来 不管弹吉他或演唱的这种气质 是充分展现我们真正很喜欢 妈妈可以拥有的这个气质 通过 谢谢 谢谢 我觉得有了自己的孩子以后 你有没有尽到自己做母亲的责任 这是在生活中的角色 你有没有尽到一个做姐姐的责任 这是你对妹妹的一种承诺 在这个舞台上 就是你有没有把你自己想要表达的心声 完全地表达出来 并且感动到所有的人 你至少感动到金姐 感动到舒俊老师 他们都被你感动了 我怎么可能不交腔呢 谢谢 谢谢三位老师 谢谢你们 祝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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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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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沙欧 今年29岁 我有两个宝宝 姓沙这个名字对我们来说 还不是特别常见的 对 我是来自河南 我们那边的话 就是姓比较多 油盐酱醋茶呀 什么狗啊 有姓游的 有啊 姓狗的都有 有啊 然后好多姓 所以我这个姓的话 很普通的 像我老公姓巴 叫巴帅 是一个帅哥 那今天来到妈妈咪啊 这个沙欧 你有什么样的心愿 要做什么样的表演呢 我想给我老公献一首歌 什么歌 最重要的决定 开始你的表演 我常在想 应该再也找不到 任何人 像你对我那么好 我常在想 好到我的家人也被照料 我的朋友 还为你撑腰 你还是有一堆毛病 改不掉 熬起来 骑得鲜鱼都跳脚 可是人生 完美的事太少 我们不能 什么都想要 你是我 最重要的决定 我愿意 每天在你身边 不愿意 就算流泪 也能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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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冷冰 因为真爱 没有输赢 只有亲密 你是我 最重要的决定 我愿意 打破对未知的恐惧 就算流泪 就算流泪 也能放弃 将心比心 将心比心 因为幸福 没有结尽 只有经历 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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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 不愿意 不愿意 哎呀 这个节目 太惊喜了 然后沙欧 你没说实话 你不是来给老公献歌的 你是到台上来晒幸福的 我感觉 我的两个宝宝太喜欢唱歌跳舞了 他们每天有 就是自己在家放音乐 自己跳 是吗 对啊 那你刚才选这首歌 要表达什么含义 最重要的决定 就是因为碰到这么好的老公 可以生出这么帅的儿子 和这么漂亮的女儿 是吧 因为我的人生 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 就是嫁给了我的救命恩人 他从歹徒手上 在汶川地震的时候 汶川地震的时候 当时我在吃饭 在二层第二楼的时候 在吃饭 当时就地震了 窑洞得特别的厉害 桌子上的那些碗呀 筷子呀都在往地上掉 当我想要往桌子下面钻的时候 突然有一双大手 把我拖住 抱着我就往我楼下跑 当时我就看了一下 还是一个帅哥 你那时候还能看起来帅哥 对啊 我要看一下谁在抱我呀 你好镇定啊 我看一下是一个帅哥 我当时就心动了 我就在想 这是不是上天派给我的 真命天子呢 把你的装子晕过去了是吧 快要晕倒了 快要晕倒了 然后我们就一起来到楼下 他就说 你快跑 你快跑 我就在那等他 他又返回楼上去救别的人 但是我就在那等他 我就在想 这么好的小伙子啊 我的真命天子不能我见一面就没了吧 对吧 我肯定要把他收回来对吧 然后在那等他 他这时候下来了 我看他灰头土脸的 但是还是很帅的 知道吗 然后我就动心了 我就 然后后面我们就一直有联系 从动心到有联系 到嫁给他 当中经过了 多长时间 两年 哎呀 真的我们觉得这个还是慢了点 把那个爸爸赶紧请上来 把那个帅爸爸请上来 而且他说了老公 就是脸上有土啊都很帅 对 这得帅到什么程度啊 八帅 八帅出来 真叫姓八明帅啊 对啊 八帅 这两个儿 这两个儿女太乖了 对大家好 好乖哦 哎 你们的爸爸叫什么呀 八帅 八帅 那你叫八什么呀 你叫八什么呀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八江 芭蕉 芭蕉啊 我叫芭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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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芭蕉啊你叫 哎呦太幸福了这一家 英雄救美的故事啊 三位老师好 你好 八帅是吧 对 这么斯文的爸爸 没想到当年 就是像赵云一样这个救人啊 他说的就是稍微有一点夸张 我觉得还是有点夸张 其实我手特别像 哈哈哈 她说一双大手 我都不知道我的大手从哪里来的 当时的情况就是 您现在的夫人在那边是吃饭 我也在那吃饭 啊 然后呢突然这个地震的时候呢 当时我以为是这个这个旁边在装修啊 所以我感觉这个地动山摇 但是呢我发现很多人都往外跑 这个时候我往外跑的时候 我发现他就就就就就往那个桌子底下 里钻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 太害怕了主要是 然后呢我就我就一把给他拽出来 我说你往这里钻有什么用啊 完了之后就抱着他 那抱下来之后 刚才您的爱人描述的我们知道 说是您第二次救完人 下楼的时候 您还是一脸土呢 嗯 就看到一个这么美丽可人的姑娘 在楼下寒情默默地等着你 您应该这个场景是永远忘不了的啊 我当时就是特别的心动 特别的心动 其实那个时候呢 就是他经常问我说 哎 那个时候你看我在那等你 然后你下来之后 你有没有发现 发现我很 就是比如说有一些什么品质啊 然后呢我就 其实我一直都跟他说 我说我觉得你特别的善良 但是呢今天借这个机会 其实我就想说一下 就是当时想说一下 下楼之后我发现 其实就是长得挺漂亮的 英雄就是长得挺漂亮的 他以前老夸我好夸 谈恋爱的时候我就 老婆你好漂亮 老婆你好美 现在都很 现在怕夸了以后就是 就是掌控掌控不了你 那交往到现在 是不是觉得这个英雄 真是既英雄又浪漫 然后又帅 这个英雄不太浪漫 你像过情人节呀 或者是过什么节日的时候呀 别人都是鲜花 完了什么首饰 我老公就 给我一个大的惊喜 一般打开以后就是 尿布湿 电饭包 电压力骨 台湾老婆你喜不喜欢呀 我说 怎么都像单位抽奖的奖品呢 这个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 大学刚刚毕业 完了之后呢 谈恋爱 然后结婚 包括有小孩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 然后带两个孩子 特别的不容易 所以呢 我觉得到六一儿童节的时候 送我 送我太太 一个 一包 尿布湿 我觉得 偏经第一啊 那不转手就给你儿子了 到三八妇女节的时候 三八妇女节的时候 我觉得送一个 电饭包也挺偏经第一的 我就是那种电视里说的那种 叫那个经济适用男 对 我觉得我特别经济 特别适用 而且我是个男的 很坏过日子 很坏过日子 那结婚纪念日 你总得送点 就是适合 就是美丽太太使用的东西吧 有啊 有很多其实啊 比如说什么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炒锅呀 什么 对 因为家里都给我做饭 对啊 他就给我买一炒锅 抱天给他炒菜 我们俩从 从这个认识 然后到结婚 然后到有了孩子 我觉得这一路过来 其实挺平淡的 但是呢 就是在这种平淡当中呢 我觉得 他本身也是一种 也是一种味道 总是抢我戏 早晚的事 这一双人女太可爱了 他们在家 就是超活泼的那种 随便一段音乐就是给你跳 来给点音乐呗 来给点音乐 你们父母两边 来让二人表演一下 你快乐吗 我会快乐 你快乐吗 我会快乐 你快乐吗 我会快乐 你快乐吗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 你快乐其实也没有什么道理 告诉你 告诉你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你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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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的故事非常好 非常好 但是听他们俩的故事 就看这两个小宝贝 太可爱 他们俩成功 就是你们俩成功 下去之后我好好处理 好好处理 好 非常 羡慕而且高兴 有这么轰轰烈烈的爱情开始 有这么美好的爱情的结晶 而且祝福你们 巴莎确实很帅 老婆也很漂亮 美满的一家人 祝福祝福 全是祝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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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姐我们给 你看她要说话 她要说话 我女儿是个话牢 亲姐 让我妈妈过关吧 对不起 我忘了 肯定要过关的 妈妈不过关 你们俩也要过关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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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忍心伤害你女儿 所以 就说一次伟心的话 你妈妈唱得真好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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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来一点 谢谢 我也谢谢你们 陈雷这次的称赞 好像称赞的有一点 称赞了一半 对 你是希望这个沙奥能够再 再继续努力一点 你没有看出她 其实她有她的特质 我觉得沙奥很像 以前 年轻的时候 受过那种 专业偶像团体的训练 那种感觉 她那个音乐一起来 她开始摆头 唱歌那个摆头 很像那个 有一些偶像团体 不是有标准的姿势吗 然后那个手势啊 唱歌的手势啊 其实是 还是蛮有她的味道的 但是今天 特别来讲 真的两个小孩 加了非常多的分 我们在妈妈咪亚舞台 看到这么多小孩 你这两个小孩 是在舞台上 最有定力 而且表现得最最丰富的 你看 最自然最丰富 对到现在还是 还在戏里面 所以两位老师 已经都给你们通过了 那特别是你要加油啊 要下一次陈磊老师 能够心服口服的讲 好 毫无遗憾的称赞的话 好 谢谢 恭喜 谢谢 谢谢 祝你们更幸福 跳舞 下次加油 下次加油 耶 我们要请下一位妈妈 你好 这位妈妈 三位老师好 我叫黄灵 今年三十岁 来自湖北武汉 我有一个一岁九个月的宝宝 今天来到妈妈咪亚 您的愿望 我的妈妈特别喜欢看东方卫视的节目 我就想借这个机会 能带她来电视台参观一下 那妈妈今天来了 妈妈今天来了 那索欣就上台就是 她还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就是 想跟陈磊老师握一下手 因为她特别喜欢陈磊老师的节目 那我得在台上迎接你的妈妈才对啊 对不对 谢谢老师 妈妈来了 这是您第一次来上海啊 我第一次 那您当着这么多美女的面 当着特别是舒净老师的面 您夸夸我 别客气 你长得很帅 小帅哥 帅是一个优点 第二个优点 那有时候我小鲜肉的 好好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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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老师 那今天您来到妈咪啊 除了带妈妈出来逛一逛 看看我们她一直喜欢的东方卫视 你带来什么节目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真的爱你》 送给我的妈妈 感谢她把我们养大 因为我爸爸去世的时候 我只有六岁 我还有两个哥哥 当时很多人都劝我妈妈 要我妈妈把孩子送一个给别人 说你一个女人怎么养得活三个孩子 然后我妈妈不愿意 她就坚持靠自己的双手 一个人在街头摆摊 摆了二十多年的早点 就是武汉的一个特色小吃炸面窝 每天凌晨四点就要起床 升炉子 摸那个面浆 用那个人力三轮车 把所有的物品就是拖到那个街口 因为她租不起门面 风吹日晒的 然后她的手全部都是被大油锅上面的油 溅到手上全部是油印子 还有她的脸上也全部都是油印子 阿姨 您可以跟我们讲一讲 你这双手怎么会有很多很多油炸过的痕迹 有没有门面嘛 都是在外面有些下雨啊 那个雨点子炸到窝里的时候 有分到手上的 就是好不了了 就是一直有印记在脸上 还有在手上 就这样把我的两个哥哥 还有我拉扯大 然后我的两个哥哥都考上了大学 武汉理工大学 那我们来听听你的演唱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無法解釋可貌盡情人 我願歡大事無限 請求我 雪色 真正愛人 是你 當我會輕易無光 當我驚喜望出前路 正常我 地道 彈光氣 無法解釋可貌盡情人 為歡大事無限 請求我 雪色 真正愛人 我從你的眼神當中看到了 真的是對母親的 發自內心的一種尊重 在你眼中你的母親就配得上那兩個字 叫偉大 那作為一個女孩的話 你是不是會比兩個哥哥 照顧你媽媽更多 因為女孩子相對會更細心一點 其實反而沒有 十幾歲上學的時候 開始愛美的時候 就是會打扮得特別漂亮 就是跟同學出去玩什麼的 比較有面子 然後經常管我媽媽要錢買衣服 但是我的媽媽有時候不願意給我 她覺得因為她要養三個孩子壓力比較大 所以她覺得錢要攢著給我們交學費 還有我們的生活費什麼的 然後我當時覺得特別的委屈 我就跟我的媽媽吵架 我跟她說 你連一件衣服都不願意給我買 你把我生下來幹嘛 我覺得這個話特別的傷她的心 很多時候我跟她發脾氣 她只是默默的流淚 因為她不知道跟我說什麼 她也沒有批評我 也沒有說過我 所以我覺得特別的不好 特別的對不起我的媽媽 在今天之前有跟媽媽說過這些嗎 我沒有當著她的面說過 什麼時候突然覺得 哎呀理解媽媽了 覺得有愧疚於媽媽呢 就是當我當了媽媽以後 從我生孩子疼痛的那一刻開始 我就發現原來我的媽媽 什麼都是我的三倍 她有三倍的疼痛 三倍的孕育時間 還有三倍帶孩子的經歷 我帶一個孩子覺得累 但是我還有老公 還有公公婆婆幫我照顧 可是我的媽媽當時 她一個人帶三個孩子 我覺得她太偉大了 媽媽 你養育我們三個人特別的不容易 特別的辛苦 我以前對你太任性太不好了 希望你能原諒我 媽媽對不起 沒事沒事 我跟大家說 跟三位老師說 我姑娘現在是最懂事的 她在香港很好的約會工作 她都沒有在那裡待 都想回來 回到武漢來照顧我 現在她是最好的最棒的 你們相信她 她現在已經是最好的媽媽了 我也是最好的女兒 最乖的女兒 黃玲 當我們脆弱 甚至 是表達歉意的時候 永遠不要忘了 給我們安慰 給我們堅定支持的 還是我們的父母 永遠不要覺得 父母培養孩子 他只是付出和艱苦 當她付出這種艱苦和努力的時候 她的心中是幸福 祝福你媽媽 謝謝陳雷老師 謝謝老師 阿姨現在還賣那個炸鍋麵嗎 還賣嗎 炸麵窩炸麵窩 現在沒有了 現在因為我兩個哥哥 都工作還可以 對就是 是媽媽單住的還跟哪個哥哥在一起住嗎 跟老大 跟老大兒子在一起 對 對 媽媽一個人 就靠二十多年在街頭 把你們撫養得特別好 而且媽媽也很幸福 因為三個孩子都很懂事 而且女兒 我現在很幸福 對我覺得這是個幸福 這是老天爺對您的回報 那些苦啊 手上那些點子 油點子 臉上的 媽都不算什麼 對都值得的阿姨 你還是很幸福的 我很幸福 現在我很幸福 是的 是的 祝福你阿姨 現在好好身體好好健康 然後把自己年輕時候照顧他們沒有看的世界 讓女兒兒子帶著你多看看 我感謝我的女兒幫我帶到這個舞台上來 我很感謝我的女兒 我覺得這是一個需要一個非常美好的Ending 一個句點的一段 所以我這邊我給你們通過 感謝我媽媽下來 謝謝 希望媽媽能夠開心 好 謝謝老師 謝謝阿姨 謝謝 讓我們有請下一位媽媽 請做一下自我介紹這位美麗的媽媽 我叫劉希 今年39歲 我之前呢是沙裔的經紀人 現在在上海一家德國餐廳做餐飲管理 沙裔怎麼欺負你了 你就不願意偷到經紀人了呢 有秘密的 有秘密的 那今天您來到媽媽咪啊 您的願望是什麼 我來到這個舞台的願望呢 是想唱首歌給我兒子 兒子多大了 12歲 那您選的是哪首歌曲 我最愛的人 那先欣賞一下這首 我最愛的人 很想知道你緊貨 我聽人說 還不如你對我講 經過那段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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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你放心 我變得更加堅強 我變得更加堅強 我最親愛的 你過得怎麼樣 沒我的日子 離別來無恙 與人親愛的 我沒讓你失望 讓我親一親 像朋友一樣 愛 關係雖然不再一樣 關係雖然不再一樣 關係這麼難說 說斷 就斷 我最心爱的 你过得怎么样 没我的日子 你别来无恙 依然亲爱的 我没让你失望 但我心里已经像情人一样 尤其一出来我特别爱唱完歌之后 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劝天下所有的艺人 绝对不要相信你的经纪人 其实他一直潜伏在你的身边 他可能歌唱得比你好 戏也演得比你好 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冒出来 我想问一下 做的经纪人做的好好的 而且沙姨给做的那么好 越来越火 越来越火 怎么回事 怎么不做了呢 因为家庭有变故嘛 所以我就放弃一切 然后就回上海了 那个时候你给他做经纪人的时候 其实这边有孩子 有老公了 你批家舍业的自己去做经纪人去了 对 做经纪人很辛苦的 是的 挺辛苦的 当时呢 家里也反对 当时孩子多大呀 六岁 六岁的孩子要上学的时候 都需要妈妈的时候啊 那个时候他还在药园 对 快上学了 那你为什么呢 这么多反对 而且你也知道 为什么选择了这条路呢 因为我从小就生长在一个文艺世界 所以从小也喜欢文艺 我就想追逐这个舞台 这个是我真正最大的梦想 你就毅然毅然地追逐梦想去了 追梦去了 到北京去了 倒是一个人 那时候去做沙姨经纪人 对 一去就带沙姨了 那在北京应该讲工作特别繁忙 然后呢 一直忙 您刚刚第一次去嘛 当时呢就是经常忙着演员 就是要签约啊 签合同啊 就跟在公司谈啊 经常一件事情 要来回地折腾好几次 然后所以回家的时间也比较少 多久回上海一次 一年一到两次吧 持续多长时间之后 家里边都产生变故 一年多两年了 当时我是回家以后我才发现的 就是发现前夫有一些情况嘛 叫别人叫老婆 就被人秤虚而入了 对 然后呢 我到幼儿园去接儿子的时候 幼儿园的老师很拉着我 他说 嘿 琪琪妈妈 那个你儿子一直叫我叫妈妈 然后他说从那个教育的方面来说呢 就缺少母爱 所以他说你还要多关心一下你儿子 我当时听了这个话 我很心酸的 就是好像我的位置都 就不存在了 儿子叫别人叫妈妈叫得很轻 然后我就感觉 好像没有什么可以属于我的 当时我就想 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是我太自私了吗 是我就为了自己 然后不顾一切 然后要放弃这么多 所以我当时回北京以后呢 我想了挺多的 我就决定当时放弃一切 然后我就回上海 当时我想挽救我的这个家庭 挽救婚姻 挽救我儿子 那其实是他提出离婚的是吧 对 我跟他谈了 我说我要挽救这个 我不想离婚的 对对 但是一切都太迟了 可能我真的对这个家庭付出的太少了 太少了 他彻底伤了心了 没办法 我还是决定 我说孩子我要 后来呢就是很多 我父母也好很多还在说 你为什么当初要做这个选择 他说你就是错在这个 你就一步走错 步步都错了 我说请你们不要再说我了 就算我追求我的梦想 我起码去做了 但成不成功呢 但是起码在我人生当中 我经历过了 我就不会后悔 尽管还是有些遗憾 那现在您其实带着孩子 独自生活了四年 对 我一个人带孩子 虽然有的时候很辛苦 但是不管再苦 我也要把他养大 因为小的时候 当时孩子说了 妈妈以为我要跟你 说当时也就是为了这句话 我也跟儿子说 我儿子说 以后我们两个人相遇为命了 我说以后你变男子汉了 妈妈我也要依靠你的 他说好的 妈妈我会保护你的 就是我听他这样讲啊 就是 我就觉得有的时候 很辛苦的时候呢 我 我还是值得的 他会每天打个电话 因为现在大了 嘿 妈妈 几点下班啊 什么时候回来啊 然后我说 妈妈一会儿 好 几点啊 好 每天就这样打好电话 我这个时候会笑 因为我觉得 有儿子在关心我 虽然可能没有 什么其他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 对我来讲很重要 所以就女人成了母亲以后 哪怕身边可能没有 那个相依靠的伴侣 但是孩子 永远是你生活当中 最有力的 就是要后备站也好 充电器也好 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 我一定要好好地 陪在我儿子身边 我再也不要离开他 对的 你刚刚讲了 整个人生的这些 重要的过程 许多的对对错错 只有自己明白 但是你讲了一个 很重要的话 就是可以遗憾 但不要后悔 对 苏星老师 你自己是不是 当经纪人的过程中 还是有一点演绎的梦 有 有的啊 真的有 只要不后悔 我觉得在追逐自己 梦想的这条路上 我支持你 哥哥 好 谢谢 跟你聊了这么多天 我想借你这个话题 对所有的单身男女 说一句话 当你还是单身的时候 你的生命当中 你只顾着加法和减法 就可以了 一旦你组成家庭 一旦你有了孩子 你的选择每一步 要不就是成法 要不就是除法 成辈成辈的 很多人要想好了 真的 说每个年轻的孩子 如果你迈进婚姻的门槛 如果你为人母为人妻 成为父母的时候 尊重你的梦想的同时 那个选择特别的重要 希望你的歌声 跟你的梦想 至于这个梦想 能走多远 顺其自然 但是你的梦想 我们支持 谢谢 坚持 坚持 我愿意让你通过 谢谢 祝福你哈刘夕 本节目由 《贝宜美艾佳奶粉》 独家冠名播出 《贝宜美艾佳》 为妈妈的爱加分 冠军将获得由米兰世博官方赞助商 贝宜美提供的 米兰世博亲自游 现在通过手机下载 东方卫视官方APP 哇啦 参与最爱妈妈 2015最具人气妈妈奖 评选活动 当选者将获得由 贝宜美提供的 价值4588的 Apple Watch一台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妈妈 Mamma Mia Now I really know Mamma I could never let you go 师妹妈妈您好 请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 老师好 我叫王刘艳 今年34岁 是一个单亲妈妈 我来自小龙虾的故乡 江苏省虚仪县 孩子多大了 孩子11岁 五年级了 11岁 那今天来到Mamma Mia 您的心愿是 我能先不告诉你吗 没问题 那我们来猜一会儿 好的 那您的才艺 今天要唱一首歌 叫《童手童脚》 那我们来听一听 这首《童手童脚》 还记得小小年纪 松开我的手 迷失的你 在眼群里 看见你 一遍哭泣 手还活着冰淇淋 有时候 难过生气 你总有办法 逗我开心 意愿清晰 回忆里 那些曾经 有笑有泪的光影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 先后悬世 在同个温室里 也是存在 在这个世界 唯一的唯一 未来的每一步 一脚印 踏着彼此 梦想前进 路上偶尔风吹雨淋 也要握紧你的手心 未来的每一步 一脚印 相知相续相依为命 别忘记彼此 别忘记彼此的约定 我会永远在你身边 陪着你 未来的每一步 一脚印 踏着彼此 梦想前进 路上偶尔风吹雨淋 也要握紧你的手心 未来的每一步 一脚印 相知相细相依为命 别忘记彼此的约定 我会永远在你身边 陪着你 现在我唱的这首歌曲 给我最亲爱的弟弟 在我未来生命之旅 要和你同手同脚的走下去 听完你唱歌 我们大概能猜到 你刚才唱歌送给自己的 应该是亲弟弟 对 亲弟弟 那今天您的愿望 现在就是 或者来到这儿的目的 我今天 其实是来征婚的 然后是 妈妈看了这个节目嘛 觉得这个节目还可以征婚 就给我报名了 非得让我来 好像你一直强调 这是妈妈的愿望 为什么不是你的愿望呢 我觉得公开的征婚 我不太好意思 而且我对这个婚姻也是 没有太多的一个期望在里面了 一个人 生活在一起多少年了呢 有七年了 也有 但是 是离了婚以后 就跟妈妈和弟弟 坐在一起了吗 其实我结婚之后 我就一直和父母住的 对 一直就住在我们家 然后我的孩子都是 我爸爸妈妈在带 那妈妈这么就是 鼓励你支持你 她应该陪着你来 妈妈来了 我们全家都来支持我 特意赶过来的 那我们能不能请爸爸妈妈 如果你不方便说的话 爸爸妈妈来可以讲一讲 妈妈可能有些紧张 她 别紧张 就是因为我知道 你替刚才女儿说了 你现在报名来参加妈妈咪啊 是的 是吧 就想让她赶紧找一个如意郎君 再把自己再嫁出去 是吗 是这个意思 那是女儿不想嫁呢 还是没有碰到合适的呢 早年曾经也找过了 也有人家介绍 对 有亲戚朋友 也提到的这个弟弟吧 人家就 他结婚跟弟弟有什么关系 弟弟将来许媳妇就可以了 好像突然他 是这样的 我弟弟 因为他不是一个健康的孩子 他是唐氏综合症 就是我们说的唐宝宝 嗯 嗯 对 弟弟现在多大了 弟弟29周岁 29周岁 嗯86年的 其实 我会觉得哈 这个找对象嘛 人品肯定要 是 好 这是第一位 然后呢就是要 对我弟弟好 要接受他 这个 你讲的不对 对呀 你结婚 你过好你的日子 什么 弟弟和妈妈在一起 你会有时间经常照不好 妈妈和弟弟就可以了 跟你的婚姻没有太大的关系 是这样 你过幸福就行了 就是啊 你弟弟他现在还很好 他今天都29岁了 是 我和他爸爸 嗯 对他照顾得非常好 身体非常健康 对对 他现在他连病都没有生过 挺 我想这个不要你问世 这个事情由我来 我们很年轻 你为什么老是在弟弟这上面 是的我觉得 他就因为这个弟弟弟弟弟 啊 就是他想照顾弟弟 就是想 那个谁 王柳燕你想是 如果我嫁去的话 我带着弟弟一起嫁过去 嗯 让人接受你弟弟 对 对 我说多大多大 他说哎那是结婚了吗 有孩子了吗 我自然会说 我说哦 我说我弟弟 他不是一个健康的正常的孩子 嗯 我就说是智力有问题嘛 然后 然后 当时就 就冷场了 就那个男人就不跟你聊完下聊了 对 就是 然后就散了 然后散了就散了 什么都没有了 那这个男的不谈也可以 他跟 你俩谈恋爱 跟弟弟有什么关 把弟弟扯进来干什么呀 对 问题是如果就一次的话 我不会觉得有什么 就是三番五次 都是这样的情况 就没有下文了 没有 但是我觉得 谁留言我要 这些人我要站在妈妈旁边啊 我叫他不要讲 是啊 下次谈了 你不要讲 谁家没有个人呢 有个病啊 这很正常的呀 但是我觉得我妈妈说的不对 她说你不要跟别人说你有弟弟吧 我爸爸也这样说 我说这个干嘛要瞒别人 事实就是这样 我有弟弟 但我弟弟身体不太好 但我爸爸妈妈把我弟弟照顾挺好的 我们家庭很幸福 这么说就可以了呀 你说的有点苦兮兮的感觉好像是 你要娶了我 把我弟弟我们家全给娶过去 这样我才能嫁给你 你会把很多男人吓走的 我娶你 对我跟你谈来我去 你我干嘛把你们全家人娶过来啊 我觉得妈妈真的蛮心疼女儿的 是 刚刚那个着急的那个样子 我觉得蛮心疼的 你人之间的这些 其实都是彼此亲情的关爱 是 你先体会妈妈的心情 是 然后就很单纯的去想象 自己想要的幸福 我相信你想要的幸福 你得到之后 妈妈照顾弟弟这件事情 对他来讲 这本来就是自己的儿子嘛 不管是什么状况 其实他一样会继续好好的照顾 不管他的事情 是的 但你自己的家庭幸福了 我相信那个爱你的男人 自然的也会去接受你的家人 而且你有个更重要的责任 别忘了 你还有个女儿要教育抚养呢 对吧 这也是很大的责任和时间的 所以你把你的幸福安顿好了 然后女儿养得很好以后 你那个幸福感 会给妈妈很大的信心 她有很多的精力照顾你弟弟 然后你们在工作 这家很幸福的呀 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今天我报名叫他来 我解决不了 哎呦我不排了 你赶紧回家找男人去 所以我歌唱的部分就不通过 真正的重点是 我们让镜头多拍一下你女儿 给她一点特性 让所有的男生 仔细地看看这个女孩 真心喜欢她的 请跟我们节目联络 谢谢王老师 这是不是应该理解 你做的事情 是 是 是的 是不是老师替我说话 那我们就期待 有一个真正值得你爱的 值得你托付的男生 能够快点出现 首先让自己的心情灿烂起来 好 好 谢谢 祝福你啊 祝福你 祝你好运气 谢谢 谢谢 让我们邀请下一位妈妈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这位妈妈 请做一下自我介绍 各位老师好 我叫吴飞来自西安 我今年三十岁 目前自己经营着一家公司 看来你的公司管理很轻松 我感觉你的身材 应该是每天泡在健身房才对了 没有 我原来一百六十斤 你一杯敢说 谢谢 你还有一点 你现在是非准备 我现在呢 我会觉得能够的 你一起在健身房子 好像在健身房子 你觉得是不很安全 没有 还可以在健身房子 你会觉得能够的 我од衡在健身房子 你觉得他在健身房子 你会觉得能够的 我原来160斤 哇 这不两个人 完全两个人啊 现在呢 现在是不到90斤 扔出去一个人出去吗 因为原来大家给我起了个外号叫 鸭子 你特别胖 你的屁股也就特别大 肥臀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不行 我必须得减肥 因为小伙伴们说你胖 这叫减肥 也不是 肯定是男人说你是胖吧 没人找你 说你受刺激了 您说对了 是吧 金星老师 找不到男朋友 是不是 减肥之后呢 我现在的老公就开始追我了 就来了 是吧 原来我跟他很早就认识 但是那个时候他不追我 你老公不喜欢鸭子 喜欢筷子 我觉得好多男人都喜欢筷子 真是瘦是王道啊 但是一定要健康的瘦才好 很多人都想减肥 像你成功的 我们没见过 其实还是得要健康的饮食和一个适量的运动 运动和少吃 对 因为我是因为经过一次吃减肥药 三天没有睡觉 身上起了好大一个炮疹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发现 那个东西不能吃 把内分泌全打乱了 是 是 是 你现在吃的多吗 我现在会正常的饮食 有多正常呢 我们听听 就是早上的时候要正常的吃 喝那个低脂的牛奶 吃全麦面包 有时候我会喝稀饭 就是早上喝粥 然后中午的时候米饭菜或者链条 我都会吃 米饭你都敢吃 好多人说减肥 是低米都不能进的吗 不可以 必须要吃 晚上必须要吃 晚上必须要吃 我现在晚上不吃 那不行的 晚上不吃会得低血糖的 那你一天三顿饭 你这腰身怎么来的呢 我也会运动呀 肯定运动 那你一天运动多长时间呢 我每天上班这么累 七点钟就要运动呀 八点之前要吃掉早点 我真的很佩服你的耐性啊 你跟这个门外汉 可以讲那么久 说减肥 应该跟我聊才对啊 对了 他去年 脾肤的话 你掉了四十斤是吗 我掉二十五斤 二十五斤 就是去年此时 也就是在妈妈咪尔罗 我想我去年此时是这样子的 对啊 今年来了一下瘦了 我觉得每一个人是 你总是要有一个点 你就觉得 哦 那个不剪不行 因为去年跟黄磊一起录嘛 结果我们录了有一天 第二天一醒来 报纸一打开 就发现有个报纸 偷拍我们两个 从酒店走出来 我们两个都互相不认得自己 真的 我肚子非常大 然后下巴非常明显 就非常被蹬出来 我们从那刻开始 两个人都讲好说来剪一下 一剪就剪到几下 减肥很简单了 就是你排出去的 比吃进去的多就好了 少进多出 对 排出去就是用运动的方式 排出去 对 就每个人自己的方式 其实没有标准的 但是道理很简单 我的减肥 完全由我的胃控制的 我每天中午12点减肥 决心特别强烈 吃完午饭以后 我就觉得 明天再说吧 这么好吃的东西 今天您的身材 真的是让我们终身难忘 但是舞蹈的话呢 如果就这么让您通过的话 是有点草率的 真的不好意思 没事没事 很感谢吴飞 真是今天其实健康的减肥 是最有最有价值的 谢谢你来到妈妈咪亚舞台 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事情 是吗 以后咱们有机会再交流 真的谢谢金星老师 真的真的 真是太让我惊讶了 今天的舞蹈 这个我们就不平分 不过你今天真的 会鼓舞很多人 谢谢你今天到我们节目里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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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 第三季妈妈咪亚 经过两个月的激劣筛选 最终有来自全国各地的 一百余位妈妈们 在舞台上展现了 独特的个人魅力 绽放出羡慕的人生光彩 今天 金星 程雷 黄书俊 三位观察员 将做出艰难 而又胜中的决定 挑选出十六位妈妈 进入本季 妈妈咪亚的 负财蜕变业 究竟谁会脱颖而出呢 对 这个也喜欢 叫罗莉 发生系统改变 好 出去老师 哇 这是我的最爱 冰马俑 经过三位观察员的 盛重挑选 最终 十六位妈妈 托尼而出 进入妈妈咪亚 华丽会变业 他们是 最终 十六位妈妈 托尼而出 进入妈妈咪亚 华丽会变业 他们是 甜美罗莉娃娃英 肖又珍 盘景邓丽君 梁媛 酷似恬正的 好儿媳 吴玲 姐妹情深的 双胞胎妈妈 景晶 卖肉饼的 九龄后豆妈 王军 不劳容颜的 坚强妈妈 唐涛 有着选择困难症的 可爱辣妈 严惹 来自哈密的 美丽妈妈 古丽皮亚 叶盘重生的 辣妈 莲燕秋 从头再来的 励志姐 杜丽萍 超模变身 全职太太的 柯萨娜 地摊好声音 喜艳 兵马俑歌后 王岳芳 用舞蹈 演绎青春的 SPY组合 重拾自信的 街舞潮妈 阿蒂娜 敢爱敢当 勇敢说爱的 庄职节 下周的节目中 16位妈妈 将两两分组 展开激烈的对决 究竟谁能完美 吞变 进入最后的 终极绽放夜呢 让我们 拭目以待 本节目由 贝衣美爱家奶粉 独家冠名播出 贝衣美爱家 为妈妈的爱 加分 贯衣将获得 由米兰士博 官方赞助商 贝衣美提供的 米兰士博 亲子游 带老凤翔珍珠 做完美女人 节目前三强 将获得 老凤翔提供的 高端珍珠 项链一条 登陆腾讯视频 乐视 爱奇艺 迅雷 通行网 百事通 SITV 文广 互动观看本节目 精彩视频 登陆新浪微博搜寻 Mamma Mia 参与话题讨论 登陆新浪娱乐 网易娱乐 腾讯娱乐 凤凰娱乐 中心网娱乐 腾讯大声网 搜狐时尚 搜狐新闻客户端 凤凰新闻客户端 了解更多节目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